男生会在什么时候放弃一个女生 在当感情成为生活的一种负担的时候 而且无力改变的时候 与女生不同 大多数男生是不会把感情当做生活的全部的 过日子才是头等大事 感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于男生来说 一段好的感情是能让生活更轻松的 一个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漂亮而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无非是荷尔蒙冲动 无法长时间的维持 真正要让一个男生愿意和你一辈子走下去的 是你能够理解他 能够支持和陪伴 能够默契相处 但就这一点 很多女生都是在逆行的 她们所希望的感情 都是建立在对于男生的索取之上 她们会因为男朋友没有足够专注自己而去作 会因为男朋友没有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去闹 也会频繁的吵架提分手 来试探这个男人是否足够爱自己 去忽略了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在一步步的抛弃 值得被爱的筹码 当男生觉得和你在一起 不但体会不到丝毫乐趣 反而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 那其实就已经积累失望了 在这个时候 男生一般不会直接放弃 她们会选择逃避 尝试沟通 也会寄希望于你能够逐渐去改变 所以有经验的女生应该知道 男人的态度变化是有一个周期的 不会因为你和他吵过几次 而一下子和你分手 而是会逐渐的摸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会怀疑你们是否真的合适 也会希望看到你有所变化 然而往往女生在这个阶段 又会因为男生的这些逃避 而更加变本加厉的去作去闹 想要控制对方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等到失望积累够了 你就变成了绝望 她会判断你已经不会变了 无药可救了 再相处下去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 最终决定分开 等你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明白了吗 点亮红心 关注我 至于你的内心